我现在是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边境 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4点 你们可以看一看边境这块 我觉得你们都不会相信的 这个是边境 好像大市场一样 厄瓜多尔 看到了吧 然后坐这个中巴车过来的 今天的话是哥伦比亚大选的日子 所以说它的边境的话关闭了这两天 然后的话我12点过来 12点过来之后的话 他们不然过来 我就先在外边等着 现在刚过4点 刚过4点以后的话我就过来了 过来了以后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 因为好多的委内瑞拉人 委内瑞拉的话经济已经崩溃了 然后他们很多委内瑞拉人的话 到南美西加国家来打工啊什么的 先从委内瑞拉进入到哥伦比亚 然后哥伦比亚也几分宝盒呗 从哥伦比亚的陆路再往这边走 就是去厄瓜多尔啊 然后去秘鲁啊 再往南下 就是这样 这个是它的这个边境桥这块 然后那边的话 已经都会看到了厄瓜多尔的那个海关 然后这块的话 我得要去试一试 就警察在这 因为他们说我这个入关出关的话 因为就是有很多委内瑞拉人嘛 说出关大概有三个小时 排队三五三秒四个小时 然后我准备去问一问的话 他们有没有有没有专门的游客通道 或者不是当地的 就跟我在泰国 他们看很多缅甸人都是那样的 我已经快 我也已经快崩跪了 这园看着都 行 希望运气好一点吧 主要是 可以看这块 现在 现在他这块 主要是这边太他妈冷了 如果现在是四点多 如果排到七八点的话 我觉得晚上我肯定过不去 我要出关 应该从哪块出 我都不知道呢 我先去问一下警察吧 那边有警察 我去问一下那个警察 然后咱们再说 就先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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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